讓我們看看一個HK$10,000的學校餐廳的看似 早晨早晨 今天我想介紹美國大學的宿舍 但在我介紹之前 我想說我們的宿舍是挺特別的 是特別貴的 保護之前沒有一堆水 我現在在UCLA讀書 Which位於LA洛杉磯 而洛杉磯是美國三大城市之一 Which的樓價真是Buffet 去跑步先 我們的宿舍是貴得有原因的 因為UCLA就是位於比華麗山旁邊 比華麗山應該是美國數一數二的有錢人的鄰居 你會想到那些名牌車 那些美國的大屋 這裏有齊了 你會想到的名模Celebrity 或者球星 應該在這裏他們都會自使有一間屋 其實我挺喜歡來跑步 因為時不時可以看到這些大屋 去鼓勵一下自己 激發一下自己 但其實500萬、600萬美金 應該沒什麼機會達成的 他一直住在這裡嗎 對,他一直住在這裡 他一直住在這裡 對,他一直住在這裡 超可愛的貓 他是野山流浪貓 但他說是UCLA的貓仔 今天很暖和暖 除了我們在Bethelie Hill旁邊之後 我們第二邊就是隔了第二個有錢人區 Bellayr和Brandwood Bellayr的樓價更瘋 差不多平均一間屋 大約是141M美金 還有Brandwood Brandwood是較為家庭 有很多人就會決定在那裡 安居樂業 我上次在Brandwood 就看到一個A-List的名聲 不知道你們認不懂得戴 我相信如果你們有看起劇 應該都認識他 他就是Adam Sander 這位叔叔 原來他戴著口罩 但他這個Iconic的Beggy Shaw 和他經常穿很Lose Fit的衣服 真人看到這個 一定認得出Adam Sander 換言之 因為UCLA是一個College Town 叫Westwood 而Westwood 就是兩個有錢人區 所以自然 樓價都會比其他College 而且樓價都貴很多 如果你可以用一句話 去描述的家庭 在Westwood 你會說 Dog shit 太厚重了 但就是West L.A. 什麼意思 現在要找個朋友去 咖啡店的溫室 要出發 FLOGGO things 但是 要做給他 EY 這次捷復 每個房子的價錢是借用 借用 借用? 對 2000元 謝謝 下年我們有五個人一起住 我們每人加850元 所以加上總數 我們一個月要付4250元 對於貨幣 三萬元租 瘋了 為什麼你認為房子的房子是這麼貴 我認為大學房子的房子是比較貴 但是當你加上了 它是在 Westwood 它是真正的 就變成了 越來越過 所以如果我失誤我的學校 再重複 我會燃了很多錢 所以我需要學習現在 所以我沒有要花更多房子 等下年 你準備好了嗎? 這裡就是我們打後的公室地區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多選擇 就算你選擇出去租屋住的話 你每個月都要大約給800-900元的月租的話 還要還算水電煤的話 其實跟住宅差不多 出雞王 我給你酒杯後套 你在做什麼? 見面了 这个人是中文 但他不知道怎么说中文 闭嘴 我需要展介会 你们不是想看 Erik的书室吗? 什么? OK Dome tour after my class 你好 我现在在学校 我和Texas Cowboy Erik Mac 快到最终 每个人都要去办公室 哇 大部分他说的东西 差不多 50%都不懂 死了 最终 不过我终于上了堂了 Dome tour Let's see what a 10,000 Hong Kong dollar college dorm looks like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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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is is my college dorm 其实我在这里 这个宿舍真的不太大 一眼就应该看得完 但你一进来就会看到两个大衣� 这两个衣櫃都是我朋友的 他们有一个宿舍可以有一个大衣� 因为我选择 因为我选择了一个洞 所以都是一个小衣� 衣� 衣櫃上面就是我们的杂物 超乱 不过 不要理着 我的宿舍很有音乐细胞 他们一个很喜欢弹 一个很喜欢弹 一个很喜欢弹 他们一个很喜欢弹乐 一个很喜欢弹卡 一个很喜欢弹 所以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弹卡 这个时代有弹曲 这里有我朋友的桌子 他是一个游玩家 他自己有一个旁边 这里有一个上下隔床 这是我们的两个宿舍 其实我应该选下隔床 但是我当时选错了 這裡有一個mini-cube 所有College Storm都有一個mini-cube 你沒有東西做無聊就可以 一瓶一瓶 過來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Loft 我整個這邊都是我的私人空間 這裡有一張床 床下面就是我的工作地方 這裡有我的Laptop掃 Ergoomic 做事Efficient 剛剛說起衣櫃方面 我的衣櫃特別小 在衣櫃這裡 只可以放到外套 其他衣櫃我就要放在這個櫃桶裡面 所以在這個櫃桶裡面有三副鞋 其實都差不多了 房間就只有這麼大 我們廁所就要跟第二間房一起share 六個人share一個廁所 我們有自己的馬桶 有自己的洗澡地方 這裡就是我現在住在UCLA 有這個overpriced的宿舍 想一想我都差不多住在這裡9個月了 從那次很陌生到現在很家的感覺的時候 哇 時間真的覺得快 而我只剩下兩個星期在這個宿舍 如果你問我讀大學應該怎樣住庫和住宿舍的話 我強烈建議你們就是花一年的時間住庫 不論你在美國也好 在香港也好 在其他地方讀大學也好 住庫的庫的生活真的很重要 就是一個big part of the college memories 當我們不專業之後回望回 所以你們不要猶豫了 如果你們不想你的大學生活有什麼遺憾的話 就一定要住庫 讓我們看看 什麼東西